Hello,大家好,我是开源制造老王 前两期我们也讲到了一些ERP的选行的问题 和一些如何去挑选ERP最基本的一些操作 今天就给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是开源ERP 那么开源ERP在很多人心目中 它很容易免费ERP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的,因为开源就意味着开放源 也就是说理论上任意一个人都可以去下载到这个软件 自己安装在自己的平台和电脑上面去使用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软件本身确实是免费的 那么在我们平时能用到的里面比较典型的几项 就是微软的Office 它是闭源的 是要收费买过来的 有免费版的 我们叫做OpenOffice 或者国内的WPS 其实都是免费开源的 操作系统的Windows 它是闭源收费的 还有Linux 它是免费开源的 再比如说其实苹果的iOS系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也是收费和闭源的 因为它的这个意向 其实是体现在它这个电话的战略中 它是一个开源的软件 也因此除了iOS以外的所有设备 几乎用的都是安卓的 因为对于很多厂家来说 它这个是没有成本的一项软件费用 那么在开源的软件行业 我们今天就来说说关于开源的ERP 从今天开始 我要给大家开始案例一款 最开源又免费 又非常非常好用的 ERP的开源软件 叫做ODOO 那么ERP是个极其复杂的一个平台 它的技术门槛和开发难度 都比一般的软件要高了不少 但是由于互联网的技术发展 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 开始涌现出一大批的 做开源ERP的 商家或者社区 其中的互法有 比如Combia OpenBravo 以及OpenERP OpenERP就是之后的ODOO 那么它这张图的话 可以看到在2008年和2010年左右开始 其他的几个软件都开始 把他往下走下坡路 但是OpenERP或者ODOO 由于它一直保持着自己开源的初衷 而且它以一个公司运行的形式 将它的质量体系 提升到商用软件的级别 因此它一直是不停的在往高处攀爬 但是即使像ODOO这样 一直图秀的 在它自己的领域里面 但是它和其他的商用软件 比如SAP Oroco相比的 它在它的流行趋势上面 还是差两大件 那么规根到底 还是我们之前说的 在开源软件的这些公司的基金里面 它缺少或市场或营销 这些企业文化 它们更加注重于 如何去研发这个产品 如何将这个产品 变成一个趋近于完美的一个软件 而往往忽略了比较多 一个市场化的运作 因此它们的曝光度 以及市场的知晓度 就会没有一些传统的 这些软件来得高 当然了 开源ERP 它自己非常多的优势 比如入门的价格比较满意 比如它很容易做成一些SARS的模型 一些云ERP的模型 这些都是现在互联网社会里面 最需要的一些ERP的警示 而且从18年开始 我都自己也慢慢转型 更加趋强于将自己的软件 更加站在客户的角度去考量 如何将自己的这样子一个 开发的非常好 非常精进的一个软件 能够让更多的企业 去享受到它带来的好处 那么ERP自己这个公司 它其实本身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中间的经历 其实几乎经历了好几次都快破产的总径 但是从2020年开始 它们已经进入了一个 非常快速发展的轨道 它们的各方面的营收 都足够支持自己的研发团队的运营 那么在下一次的视频中 我就会给大家讲 ERP是如何从一个只有4个人的公司 发展到现在 拥有500万用户的一个企业软件 好 我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 拜拜